近日,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主席、国家一级演员柯军接受了中国新闻社东西问栏目的专访 他以昆曲的传承发展以及东西方艺术相互借鉴融合发展为话题 探讨在文化创新的过程中,昆曲如何从深规走向世界 昆曲起源于江苏昆山,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珍品 柯军在访谈中说,近年来他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一直在做新概念昆曲实验剧的探索 昆曲有一种点到极致的美,可以最传统,也可以最先锋 昆曲它是文学、音乐、表演、舞台美术,它极大臣 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表演体系,我们是讲的是百戏之诗 很多剧种都收过它的滋养 因为昆曲不顾,就是贴在里不壮丽 它就是放在那里欣赏 柯军说,昆曲是优雅的文学,是有想象空间的艺术 昆曲的经典是唱一半留一半,留的那一半是留给观众自己去想象的 昆曲之所以能够传承是因为它是最传统和最先锋的艺术 同时也具有遗产属性和艺术属性 多年来,柯军不断促进昆曲的多方交流,把昆曲搬上国际舞台 2009年去莎士比亚小镇参观 我当时就想,我一定要在2016年做一个《唐沙400年相会》 2015年的时候,我要做一个没有电的戏 因为400年前就没电 舞台上面物质越少,非物质就越多 我把唐天主的《临川四梦》的最后一梦,《寒丹梦》拿出来 四则的戏,我演我的原汁原味的昆曲 他们也引他们的杀剧令,共同来创作、传承、保护、挖掘、整理经典的东西 昆曲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是完全能够代表人类最经典的艺术作品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,一定是世界的